歡迎回到這不是新聞 今天真的是美股跟台北股市的大奇蹟日 因為利空不跌了 一個利空是CPI高於預期 但是利空不跌 第二一個利空是神山條降資本支出 利空出盡了 台北股市的反彈真的不忍了嗎 我們看台股今天真的有夠強的 禮拜五讓投資人好開心 今天的大盤是跳空大漲 一度盤中上漲的點數超過了400點 中場台股是上漲317點 漲幅有2.48% 成交量2067億元 收在13128點 昨天跌破的萬三關卡 今天又收回來啦 好 看一下三法人的最新買賣超狀況 外資是不是求饒式的回頭買盤呢 今天買超了103.5億元 投信卻是轉賣的喔 轉賣了5.35億元 自營商買超58億元 撒反合計今天買超156.3億元 好 台積電重返榮耀 今天的這根黑K棒 真的是股民們心中的定心丸 能夠貪心一點助攻台股公萬四大關嗎 台股今天漲什麼 幫大家來做一個整理 第一點是美國儘管9月公佈CPI高於預期 但是大家認為反正通膨應該觸頂了 不怕升息來干擾嗎 不管你怎麼升就是那樣 我也不用擔心了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嗎 第二個是台積電的法說會喔 降了今年的資本支出 從400億美元降到360億美元 利空出境了嗎 而且有把對於這個中美晶片的禁令 做的衝擊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好像不用太過擔心耶 第三個是籌碼方面 上市融資餘額昨天是大減了53.6億元 餘額來到了1700億元 有助籌碼洗清嗎 大盤怎麼觀察 今天大漲了一度盤中上漲超過400點 台北股市反彈的氣勢回來了嗎 融資減了利空出境了 我想請問老師 榮旭哥想問你 你認為今天的反攻只是第一步嗎 下週行情你怎麼看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跌生的反彈 因為今天週線還是收黑 那麼因為這個禮拜其實扣掉 今天的話指數短短幾天的時間 就已經跌了接近千點 所以跌千點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反彈 我認為這不足為奇 重點是下個禮拜 美國的企業財報陸續會公佈 特別是今天晚上就要公佈的是 一些金融股的財報 包括大小模 花旗等等 所以今天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金融股的部分走勢就相當疲弱 可能金融業的一個財報狀況也不理想 那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美國股市的狀況 為什麼昨天美股公佈CPI 原本市場預估8.1% 出來是8.2% 我在睡覺前看一下股市 哇是跳水的 我想說完蛋了 今天應該不好過 沒想到早上起來 是大漲 昨天美股的V型的這個戲劇性的演出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原本來講 因為開盤來講比較真實 就是一開盤就是真實的表現 這個看一看到道雄 當時也跌超過500點 那後續來講 為什麼會出現轉強 其實很簡單道理 真的就是跌身了 真的沒有太多的理由 因為我們拿廢半 為什麼拿廢半 就是說美國四大指數廢半 是競技所有時候最長的 那你一定要最弱的轉強 才有機會 那為什麼它會轉強 可以看到說這藍色線是廢半的走勢 紅色線是它的季線 跟它的乖離率 我們是看到這個 所謂的黃色線 你可以看到 過去用這條線15% 它每次遇到來講 它就會反彈 對 這一次來講 它甚至還跌破15% 所以在昨天 這個所謂真的是 負乖離過大情況下 出現比較強勁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說 目前的架構來講 我也認同剛剛前面的 這些專家提到 短線來講 可能都還是以 所謂的反彈式支 好 短線來講反彈式支 但是目前好歹 是走出了比較健康的第一步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昨天美股大漲 甚至台北股市大漲 一個原因是因為技術線型 呈現了跌身的反彈 但如果說在反彈之路 要走得更長更遠的話 後面要關注哪一些股市 跟數據方面的變化呢 OK 這塊來講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區分 嚴格來講 這個這條是所謂的月線 這條是季線 那這個中間這三個區塊 就很明顯的有明顯差距 就我們來講 在這裡叫做所謂的跌身反彈 如果你跌身反彈 沒有理由去填補這個缺口 也沒有理由去越過這個月線 其實就是跌身反彈 那你要回到這個區間來講 我們可能就叫做回升了 表示說這個趨勢準備反轉 真正站上季線 這個所謂我常常講的 生命線之後才叫做多頭 那這個到底能夠 或憑什麼能站上來 你目前來講 光靠所謂利空出徑 或者是所謂的跌身反彈 負怪力過大 可能都會這邊邊震盪 你憑什麼要做 所謂的過到月線上 其實比較重要 我覺得經濟數據 要跟股市轉為正向表現 這什麼意思 白話一點解釋的話 白話表現 可能大家可能有點感受 就這段時間常常聽到 比如說就業數字又預期 就股市崩盤 然後說消費的狀況很好 股市就崩盤 大家覺得奇怪 這不是利多嗎 就是好消息變壞消息 壞消息變好消息 這個就是講 因為大家擔心 費得要做升息的動作 所以我跟大家講 後續要看到是正向表現 就是經濟數據又預期 尤其是消費跟就業 大家要切記 這兩個 消費跟就業 對 只要這兩個數據 如果是好的 你就要看到股市漲 市漲的 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大家不太擔心 不再擔心費的升息 這個概念 已經不怕了 對 不怕了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 有些投資人不能理解 我就說 2020年當時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一天 美國兩三百人的確診 股市又崩到 就崩得要命 對 就崩到這個所謂熔斷 對 後來幾萬人大家都不管 沒事 因為大家已經不怕了 如果後續來講 只要經濟數據出來的 跟股市正向 又預期而且股市會漲 顯示我已經不再怕費的 所以有機會上到月線 對 這樣的情況下 就有辦法上到月線 我們就可以定義 這個股市 開始有回升的行情 好 那怎麼樣 往季線來靠近 對 怎樣叫做 上了季線 叫做開始多投 我們之前就有 在節目中跟大家提到 不只要不怕費的 後續重點要資金不再怕 就是不需要避險了 它就等於說 從美元流出 大家去找會漲的股票 那我們之前就提到 大家看美元 到底怎樣 就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指標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季線 因為它每次碰到 這所謂的空投格局 它每次碰到季線 它就反彈 每次碰到季線就反彈 所以沒辦法跌破季線的情況下 導致股市一直空投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說後續來講 如果剛剛提到 回升只要這個 數據跟這個股市同向 但是上到這裡來 這困難度又更高 你必須要等待美元回落 大家確定 不再恐慌 不需要避險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轉為多投的格局 好 一步一步來 目前台北股市是在這個階段 通膨布率預期 股市的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 今天最大的代表 應該可以說是 護國神山台積電了 台積電 昨天的法說會上幾個重點 儘管第一點是 調降了今年的資本支出 對於美中的晶片大戰 總裁魏澤佳說其實衝擊有限 而且認為半導體的落底 很可能提前在明年的 第一季就會發生 比市場預估的時間 是早了那麼一點點 我想問一下明翰哥 今天更多的報告出爐 台積電的法說會輪廣 你給予什麼樣的一個評價 OK 整個架構來講 我覺得算是優於市場預期 財報當然是優於市場預期 那這個展望的部分 相對來講也沒有那麼差 對 那我只是要引述這個 所謂的外資的看法 覺得有三點比較重要 而且順便解答這個大家的疑慮 為什麼大家覺得 整個後續展望不錯 其實在兩天前在預告 我們就在節目提到 當時都提到說這個整個產能利用率 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有機會回升 明年下半年 對 明年下半年 對 當時等於說第二季才是谷底 可是這一次昨天出來的報告之後 認為谷底反而拉到第一季了 對 這邊 對 這是第一季的一個角度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台積電產能利用率 在第一季之後就有機會回升 而且我們不斷的重複 股價真的 你不要想說那我這裡再來買 對 想說第一點可能到明年第一季 會崩到明年第一季 不可能 對 股市的很特別 就是它會提早反應 那另外呢 大家更擔心 就是這一段時間 這個紮草 沸沸揚揚 就是所謂的 中國的這個禁令 在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外資就提到 就是說這個 中國的禁令對台積電的衝擊 並沒有大家所想像大 那當然兩個論點 一個論點大家大概都知道 就是它有一年的這個所謂的 豁免期 豁免期 所以相對來講它就有時間調整 可是它講到的基本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巴士 等於是台積電在各國的營收比重 比較重要就是綠色 最上面的部分就是中國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2020年以前 它大致上80個% 等於是20個%都是中國的市場 對 但是後來就因為這個 所謂半導體的禁令 所以台積電在中國的這個比例 就明顯的收入 它調整得好快 對 因為它也不是它要調整 因為它就被迫 不能出口到中國 所以自然這個比例就降低了 但是它有厲害的地方 它自然就找到其他的出口 所以它營收還是能夠持續成長 它講到目前其實比例 剩下不到10%的情況下 其實加上剛剛提到 有一年的這個豁免期 其實後續來講經過調整 這衝擊真的沒有想像的大 好 那資本支出的方面 今年是二度調降資本支出 從400億元降到360億元 那明年看起來 也會再往下修一點點 明年是不是要開始度一點小月 那後面怎麼看 應該這樣講 這個來講 應該是市場昨天最大的焦點 因為外資也承認 就是說這個縮減的幅度 比它預期的高 應該說它還沒講之前 大家都知道會縮減 只是沒想到比例會這麼高 砸到一成 而且它提到說 整個來講除了今年的 這個所謂是原本的預估 這是後續的改變 所以它也把明年 持續往下做調整 但是它有提到 公司有說到 今天資本支出會有減少 其實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缺料導致工程的延宕 所以需求來講 並沒有大家所想的 那麼大轉變 所以後年大後年 其實資本支出 缺料解決之後 對 幾乎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應該說明年谷底之後 後續還是會往上走 倒不是不用過度擔心 到底能不能夠現在 還是勇敢的來買進台積電 等到2025年有一個 比較大的報酬呢 外資其實對台積電的獲利 它是從比較保守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它上調今年的這個營收之外 它也上調獲利 達到超過38塊了 但是它有提到 營收雖然明年是持續創高 但是它提到 毛利率受到這個市場的 擔心的壓縮 所以它毛利率下調之後 獲利有可能會小幅的一個回答 小幅的衰退 但是長線還是沒太大問題 而且可以到2025年 賺到5個股本 那50 能夠賺到50塊的情況下 它其實我們當然沒有看到這裡 我們光用 它用這一年未來的這個獲利展望 它就講到這個本益比 要告訴大家 目前你可以看到它股價 來到接近10倍的本益比 對 它過往來講 應該是在這個14到18之間 下去做震盪 對 我們抓簡單來講 你抓個16倍乘上50塊 也不會這個價格 對 簡單來講 隨便恰恰就有800塊以上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 外資都敢給到 7成以上的一個報酬空間 當然我們不敢講 當然這個絕對不是短期 我們要先講清楚 但是長線有這樣的趨勢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講明白 好 短中長期台間的操作 怎麼樣來看 我記得這個禮拜 明漢哥來節目當中 特別有跟大家來做留意 短線上面 那時候就說法說會 可以來搶短 對 我們當時有跟大家講 概念就是短線 如果你持有的股票 是用週的角度 就是一週之內進出 我就跟大家講 法說會後強短 而且當時跟大家講 不要率先佈局 等到轉強就進來強 就如同今天 其實我個人覺得 可以就稍微做強短動作 沒有疑慮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是持有月的 就先不要這麼急的進場 那觀望 那原因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三個層面的情況下 現在指數還在下方震盪 只是反彈 對 我個人覺得最基本 你站上月線 等於說經濟數據跟股市 就是同向之後 我們中線的人再做進場 對 長線的人 其實如果你能夠跨越到 明年持股的 那就不用擔心 你現在其實就可以 持續的分批佈局 好 那台積電的大同盟 怎麼看 因為講到這個 調降資本支出 讓台積電今天股價 撿到槍大獎之外 有一檔個股是利基電 昨天也宣布了法說 會是調降資本支出 幅度高達了四成 今天也是大漲的 難道說現在的半導體 這相關概念股 走的就是一個減產減資 或者是說 調降資本支出的行情嗎 這塊來講 我自己是打個問號 我這樣講 我覺得在走什麼行情 跌升 簡單來講大家都跌升 所以呢 整個半導體 其實都有機會轉向 那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怎麼宣布 我個人覺得 還是安全一點 盡量選擇基本面 相對比較正向 那投資人說 基本面我不太了解 我跟大家講很簡單 你才剛剛公佈營收 看一下九月營收 還很亮眼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 立基電它說法悲觀 原因看一下它的營收 確實不斷的往下 那我覺得當然 有跌升就有 有機會談 但是我個人覺得營收弱勢 我們就盡量去避免 跟大家講 檢測這個族群 包含宜特 包含宏康 今天好強喔 這營收其實它九月都 都在創歷史新高 而且我跟大家講 只有一檔強 可能效果還不佳 如果整個族群強 就告訴你 這不是我家有問題 這是真的整個產業非常的好 所以呢 可以看到籌碼面 這兩檔個股 外資投信也都在顧 那當然前一段時間 才剛剛 因為這個位階 被高被修理 對 修理兩三天 但是只要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基本面好的狀況 只要指數一指數 它馬上漲停給大家看 我個人覺得可以關注 另外就是聯電的部分 也算是營收之中 算表現非常亮眼 對 絕對營收還是很棒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反彈的力道 也相對比較強勁 至於這個精彩來講 走勢就有點像利基電 有點相對弱 我就建議 即使股價再強 我都會建議避開 光照的部分相對就表現 對比這個精彩就相對強勢 所以從股價之中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所謂的營收強弱勢的狀況 所以建議大家 用長線保護短線 盡量選擇 營收好的半導體族群 相對會比較強勢 好的 用長線保護短線 選營收強的半導體族群 來佈局是比較安全的 這是明漢哥的解讀 我不能帶人家 提升的 我們很早上 請坐在這裡 明明 你好家庭 我呢 你問我不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